鱼肉 鱼肉 漂亮 这局马龙打得相当流畅 连得四分 女运动员过来球 相对于男拳手来说 还是比较的轻 所以他们的防守都显得是 很容易举重落轻 应该是马龙这边要暂停了 开门 刘诗文将是组成男同女团 来打性别大战关键分的比赛 那么都是男队每一场比赛让两分每局让一至两分 三数局从六比八开始打 双数局从八比九开始打 那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女队获胜 分别是陈梦四比三击败了樊振东 孙颜沙四比三击败了许欣 现在第三场刘诗文对马龙 马龙现在第五局十比九领先 发球抢攻 防回头 两个人连续 张马龙是拿下了第五局 在这场比赛当中 目前取得大比分三比二领先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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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加油 加油 让带子掌声 好 第六局 从8比9 马龙落后一分开始 马龙发球 现在大比分是3比2 马龙领先 8 9 对 你上来吃了一个发球 那这样马龙是追到了9比9 9平之后 刘世文的第一个发球就很关键了啊 这一分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要出赛点了 好 够一个正手短 反手上手 连续 对 这样马龙是10比9 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刘世文这边 开忙 要暂停了 多少 要不要再开 才会变成 到外面 下个音乐 可以 不要轻易变缘 不停 这边 也是 下不去 不能上去 但是 也不能上去 没关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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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910 好 三天回来之后 9-10 刘世文发球 哇 马龙接发球 反手直接一个翻挑得分 两人还是很友好的结束了比赛 马龙是4比2战胜了刘世文 这样呢 在男女团关键球对抗赛当中 女队是赢了两场 男队是马龙拿了一分 这场比赛确实是相当的具有观赏性 而且我认为场上场下 都是同样的精彩 也希望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六位选手 都能够记得这场比赛当中的收获 这场比赛当中的经验 还有一些教训和一些灵感 希望他们把这些都能够带到东京的赛场上 也祝福他们能够圆梦冬 订阅更多的赛场上 订阅我的频道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PingSun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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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Sunday.com